大家好,我是虎雲です! 台版也終於將實裝帝都聖杯祈壇的連動活動 這個活動也是經驗值系列活動的第三代 3是個很特別的數字,它非常的具有代表性 於是這個帝都聖杯祈壇就搞得特別的盛大 今天我們就來聊聊帝都聖杯祈壇 以及幾位相關角色的有趣故事吧 之前我也介紹過沖田跟信場的介紹影片 沒看過的,記得去看一下 《聖杯祈壇》是行樂系列作家經驗值筆下的費德作品 是一個外傳性質的作品 同時也是維二以和風為主體的費德作品 另一部則是1.5部的《英靈七番勝負》 雖然只是FGO的一個章節但因為有出漫畫 我們就給個尊重 帝都這個作品呢,由於受到經驗值風格的影響 導致整個故事看起來很不正經又不是很能理解劇情 所以大家也都顯掃認真地討論它的故事 甚至都當成一個惡搞漫畫帶過了 但就從12月20號開始 由平野02漫畫的《帝都聖杯祈壇》 Remake正式連載 期望能夠更加詮釋好《帝都聖杯祈壇》的劇情 讓大家好好看看 認真起來的沖田跟信場到底會有多帥 說完了這些好消息 我們就來聊聊那些我還沒介紹過的 咕噠咕噠人物吧 沖田總司 別稱沖田獎、黑沖田、魔神沖田 屬性愛睡、聽人呆、黑肉、吃貨、中二 在《帝都聖杯祈壇》中 為了戰勝最終BOSS而升的角色 是意直立的守護者 起初故事中的設計 是融合了總司與信場的靈機而成的特殊個體 它有著非常中二的外表與名號 其名為《魔神Saber》 不過由於原作中合體的情形實在太過罕見 這讓魔神Saber與FGO試裝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為了讓魔神Saber可以登場於FGO 經驗局臨時更改設定為《沖田奧特》 才讓他得以在帝都聖杯祈壇的聯動活動中登場 在FGO實裝後 他多了很多原本所沒有的設定與個性 原本看似中二煞氣度滿點的魔神桑 到了FGO就變得可愛傻氣了起來了 真不愧是我婆 沖田奧特雖然名為奧特 不過卻並不如我們想像的是黑化白的沖田 雖然膚色的確是很黑 我們也可以發現 黑沖田靈機翼的造型 比起原本看起來更加的像沖田了 在淵源與關係上也都做了一定程度的靠攏 那接下來就聽聽浮語果說說 為什麼沖田會成為沖田奧特嗎? 大家都知道沖田體弱多病 在他小的時候也生過一場重病 那是一個生死交官的重病 為了挽救妹妹的生命 沖田的姐姐三葉如此向神佛祈禱著 拜託了 這孩子未來一定會去做善事的 希望能治好總絲的病 神佛聽到了 也讓總絲逃過了夭著的命運 為了返還當時藉的恩 他才成為了守護者 為了守護這個世界而存在 原來當時幫助他的神佛 正是異覺力本身 他也因為是從沖田分化出的一個人格 所以直接是Alter-Ego 聽完這個故事 我就想說 為什麼加入異直力之後 都會變成白髮黑肉啊? 這其中有什麼陰謀嗎? 雖然黑沖田與未公前輩們 同樣為工具人 但他們之間卻有本質上的差異 黑沖田簽訂的算是一次性的契約 他只會被派去單次的任務 任務完成後 靈機便會消滅 下次參與任務時又是一個新的自己 因此黑沖田不必如一般守護者那樣 必須承擔大量的心理壓力 但相對的 黑沖田也並不會保留意義 因為那是不需要的 就算發生了多麼美好或痛苦的事情 通通不會留到下一次任務 直到這次的咕咕咕咕咕活動 才作為特殊案例留在了迦勒底 對對對 但你們不一定抽得到 由於黑沖田並不像前輩們是在成年、死後才簽訂契約 而是早早與小孩時期就先簽訂並分化出來的 加上一次性供居人的特性 意志力也不會給予非戰鬥需要的知識不正 就讓魔神沖田很多時候顯得缺乏的嘗試 精神年齡就像是個小孩子一樣 也因此黑沖田並不太有自己是沖田的自覺 好像知道自己源自沖田 但又不是那麼的有實感 對於沖田的人生到底經歷了些什麼 他也不是很清楚 當然他也完全沒有計算到病弱的體質 黑沖田的劍名為煉獄 這名字是由黑沖田苦惱許久才取好的 煉獄是一把有意識的劍 儘管我們聽不到他說的話 但黑沖田平常是會跟煉獄說話的 雖然看起來很像自言自語 他也是黑沖田在空無一物的無窮中唯一的朋友 而在伴侶裝中我們可以發現 他偶爾會對主人吐槽 特別是對於主人喜歡花大把時間 去取中二的必殺技名字這點 前面我們說黑沖田看起來很中二帥氣 事實上黑沖田也的確是天然中二 並不是模仿影視動漫而成 而是骨子裡的風格就很中二 除了喜歡取必殺技的名字外 黑沖田最喜歡的東西是關東煮 特別是這種名為竹倫夫的東西 而他平時出門戰鬥也有帶便當的習慣 以免途中肚子餓導致無法戰鬥 是標準的吃貨屬性 他最討厭的則是抽獎 因為沒中的感覺 很空虛 哎呀原來是同路人啊 大家應該都有發現經驗局的角色 或多或少總是帶點拖線的感覺 黑沖田在帥氣的外表下 也有著強烈的拖線本具 如果說白沖田是時而認真時而拖線 那黑沖田就是很認真的拖線 仔細觀察黑沖田的模組與語音 整體看來的確是煞氣滿分 我們可以發現 黑沖田會在戰鬥中偷偷打瞌睡 真的是非常可愛 啊 真的好可愛 吼 吼 寝てない 寝てないぞ 寝て 寝てた 此外 黑沖田的語音 也有一個意想不到的彩蛋 就是他的寶具竟然會忘詞啊 可說是前無古人 後無來者 欸 等 什麼事呢 嗯 忘了 嚇到 什麼事呢 超級超級超級技術 CEP部分 原版沖田 黑沖田與沖田是FGO最有競爭意識的一對OLT組合 不同於悶騷害羞系的白沖田 黑沖田總是毫不忌諱地使用最值求的方式向於祖表達愛意 比如說白沖田似乎想獨佔沖田嗓的暱稱來鞏固自己的地位 然而黑沖田卻創了沖田奖的新昵称 來給獄主稱呼自己 奖在日文中是比桑更為親密的稱呼 照此來看真的是完敗 傑出的一首 這兩個人總是在互相較勁 他們倆其實一點也不像姐妹 更像是女兒跟自己老婆真寵的感覺 受惠於白沖田的被害體質 大部分的競爭似乎都由黑沖田獲得勝利 順帶一提 雖然白沖田身材已經不差了 但黑沖田的身材 的確是比原版的更加豐敗與高挑的切 正是因為無論身材 劇情強度或是對獄主的攻勢 都是黑沖田略戰上風 所以才會有利用黑沖田 揶揄沖田大失敗的風氣吧 鋼鐵與藏別稱石墨犬 田剛屬性 狗狗笨蛋 在FGO中意外的人氣很高的角色 據我理解 在帝都的原作中 倚藏可以說是人氣接近墊底的從者 但到了FGO中卻得到了非業性的人氣成長 要說到底有多受歡迎呢 當時活動時 倚藏的網路聲量也許還更勝黑沖田 不僅如此 鋼鐵倚藏更融獲2018年內 被最多人為聖杯的從者 比泳裝黑鎮跟黑沖田還高 你就知道有多誇張 還有一個有趣的藝文 就是因為受惠於鋼鐵倚藏的人氣 連帶導致鋼鐵倚藏的歷史傳記落揚之貴 後來再買了書籍 還附上了FGO的疏妖宣傳 可見FGO經濟的強大力量 與女性粉絲的驚人消費力 我誠心建議所有歷史老師 如果想要增加學生的學習慾望 就鼓勵他們去玩FGO 保證他們將來 都以為亞瑟王是女的 鋼鐵倚藏是來自日本屠左的浪人 屠左是日本一個很偏僻的地方 於是倚藏也有著強烈的方言口音 他的個性講好聽點叫純樸 講難聽點就是個香巴佬 他不只頭腦簡單 還很在意別人把他當笨蛋 任何把他當笨蛋的人 他就看過去 屬於小物臭類型的那種人 也就是氣量狹小格局小又膚淺的人 那以藏是個惡劣的人嗎? 他也許是個笨蛋 他也許是粗粗的點 但我們不能說他是個惡劣的人 由於內心的自卑導致他對外人有著強烈的攻擊性 並且總是膨脹自己來掩飾自己內心的弱小 在他的刀中並沒有任何的理念 他總是被當作殺人的工具使喚 也許他只是想獲得誰的認可吧 如果能讓以藏在良好的環境中成長 如果能讓以藏有個優秀的導師 或許他真的能成為享譽聖明的劍術天才吧 尋常來說 這種個性的人不可能會受歡迎的吧? 然而這種蠢蠢的又像狗一樣愛叫的個性意外的大受好評 以藏的寶具名為史墨劍 是一個可以學習別人的劍機給自己用的寶具 又是拷貝武士鋼鐵以藏的概念 而劍與犬的日文發音相近 以藏的繪師就畫了一張標題史墨犬的圖 就從這邊開始 以藏的狗狗屬性就爆發成了一個現象 那順帶一點說個很不重要的 以藏的生日跟情人節是同一天 CP部分,版本龍馬 他很明顯的與龍馬是兩個極端 有遠見的閒人與毫無遠見的粗人 兩人的互動有著很強烈的反差 因為以藏平時都很吵鬧的關係 很多時候都會惹得阿龍小姐不爽 然後卻被阿龍打爆 面對被大部分的人當作粗人的以藏 龍馬卻選擇了跟以藏成為好朋友 龍馬與以藏在史詩的友情是存在的 不過幸運多少誇大了一些 但無論如何 圖左組還是一個很瘦華銀的組合 順帶一提 像以藏這種很吵的類型 通常都是瘦吧 重劍術高手們 雖然以藏確實有著不凡的劍術實力 但在怪物雲集的加勒底 終究只是一個小嫩咖 而且就算他去跟劍術尚未開竅的黑衝典打 也會直接被光炮噴滿臉 咕噠咕噠系列角色中 以藏算是排名第一的被害擔當 必定是個笨蛋嘛 耶 耶 Peace Peace 不,不,我領著 任由 五稜三大権限 阿瑪家庭 竜瓦如 吃不住 啊 吃了 版本龍馬 屬性 夫婦 溫柔 vs 暴力 耶 聲音很大的人 他不是一個很好用屬性去標籤的角色 你們就聽聽浮雲講講故事來理解龍馬這個人吧 版本龍馬是日本家喻戶曉的知名人物 你說他在日本跟知田信長一樣有名是完全沒問題的 他是在明治維新推動日本現代化的重要推手 他是個商人也是個重要的革命家 在帝都聖杯奇灘中被異指令召喚 可以說是黑沖田的前輩 只是龍馬是英靈而非守護者 大概就是內部員工跟外聘的差別 所以不要再問龍馬為什麼沒變黑了 人家不用穿自服 在他身旁穿著水手服與圍巾的少女 名為阿龍 是龍馬的老婆兼寶具 對你沒聽錯是寶具 龍馬本人並不具備強大的武力 他的老婆阿龍 其實才是他的主要戰力 他雖然有著人型的外表 但實際上是接近龍種的大蛇 類似那種蛟龍的概念去理解就可以了 必要時可以解放成龍的形態 或許是因為真的魔改太多了 犯資料還特別表明 他不是龍馬史實的老婆 尤其龍 可是他都叫阿龍了 就自由心正龍 在很多方面他都與龍馬相反 龍馬個性隨和且有耐心 做事風格偏好和平解決 阿龍平常則缺乏耐心 而且喜歡將大部分的事情訴諸全頭 龍馬幾乎是經驗值原生角色唯一的常識人 而阿龍則是典型的怪人 畢竟本來就不是人了 所以說話的方式都有點怪裡怪氣的 平時的嗜好是抓青蛙跟吃青蛙 順帶來提 他的口水有治癒傷口的奇效 很好發揮的設定了 他習慣稱御主為人類 對於其他從者也大多使用鄙視的字眼稱呼 龍馬跟阿龍之間其實有一段很感人的故事 你不要看今天一集平常都寫搞笑劇情 當他寫起洋蔥劇情 真的是沒在手軟的 那麼就請聽譜音我 威威到來吧 那是很難的 是嗎? 那一天就吃了 就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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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算了 就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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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嗎 龍馬 啊 伊蔗さんかね そっか すみませんね 気にするな おい 龍馬 龍馬 あなたの存在はまるでお日様でした 物語の幕が降りる覚悟はしておりました 妖精は厳しく微笑む ヒ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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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舞い上がれ それが私の晴れ舞台 届かる歌だけど想いを伝えよう 蜘ろいでく時の中で輝きを見つけたの 妖精は眩しく微笑む ヒ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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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舞い散る それが私の生きて証 フフッ おい 龍馬 什麼時候? 沒關係, 今度是絕對保護我 龍馬也, 他們也... 啊, 領著你了, 一直到的呢 那啊,龍馬 什麼時候? 這裡是... 楽しい啊 啊, 本当に楽しい呢, 這裡是... 不消去, 皇末 我喜歡, 皇后 皇后 買銀子 不死 不死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